他们同在一个边防连队当兵 时隔三十年 父亲再次回到老连队 他收获了怎样的感动 和儿子一起再次走上边防巡逻路 恶劣艰苦的环境里 又有着一代代边防军人怎样的坚守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帕米尔高原上的特殊访客 下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已经从英方出来 走了六七公里了 感觉真的力不从心了 非常的累 这马跑起来 也感觉让我有点害怕 真是不比当年了 当年时候在连队 哪匹马跑得快 哪匹马兴得烈 我们都会去抢着去骑 二零一八年四月 跟着迈单边防连的官兵 五十二岁的孙程 正骑马走在巡逻路上 后面还有十几公里呢 能收拾吧 可以 可以吗 今天能跟你在一起巡逻 有兴趣 真的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 这一天 边防连官兵巡逻的目的地 是边境的山口 那里 矗立着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 二十七号戒备 而这一次 与以往巡逻不同的 就是孙程的加入 这次过了巡逻 我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想起三十多年前 走到这条路上 只有重返这条路 孙程一九八六年入伍 在麦丹边防连当了四年兵 而自从一九九零年退伍之后 孙程已经有二十八年 没有回过老连队了 今天看到了孙家琪 起码 想到了我当年 年轻的时候 在麦丹边防连的时候 起码的表现 他现在起码非常的 英姿杀爽 就是一个帅 孙家琪是孙程的儿子 十分巧合的是 二零一五年 孙家琪入伍后 竟然也分配到了自己父亲 战斗过的买单边防连 这一次孙程过来 一是回味一下自己年轻时 奉献祖国边防事业的感受 再一个 就是要看看儿子 在边防线上的表现 这道路走着 真的十分艰难 马一只改这个 十多年就跳来跳去的 终着自己的身体都平衡 现在夹着这个 夹着这个灯子 脚已经非常短了 这种老天现在形成怎么样 希望他们坚持下去 经过部队批准 孙程也能参加这一天的巡逻 儿子孙家琪的心里 除了和父亲一样高兴之外 还有太多的不放心 这个地方不太 不太好走了是吗 佳琪 连长现在怎么过呀 两代戍边人在边关相聚 我们记者也很想记录下 这一次特殊的巡逻 不太好 然而就在队伍停下来 稍作休息的时候 意外情况却突然发生 去 去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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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下 下 一模一样 这个还没吃完 啊不是 我再断一下 你以前遇到过吗 我以前也是这样骑马的时候 把我压到下面了 一模一样的 一下就握倒了 握倒了把我压到下面 我也有一次一模一样的 爸爸再打开看看懂了没有 你看 这红了 红了 因为这马匹出汗以后 就是有马胺 他在身上痒 痒了以后 就是因为把这个没卸下了 所以他看到沙地以后 就是像这个用沙地蹭一蹭 才能这样就是 起马缓解一下 他会痒到这个程度 这条巡逻路有20多公里远 需要骑马和徒步相结合的方式 尽管刚才出现了一个意外 但为了赶路 巡逻队伍很快就要上路了 队员上马 现在略有点紧张 因为刚才被他压了 巡逻队伍中出了一名女记者 再一个让人比较担心的 就是52岁的孙程 这时天色暗了下来 并且空中开始下起了雪 今天巡逻是太困难了 今天一天 遇下了三个季节了 春天秋天冬天 哎呀一会儿热一会儿 现在风大大寒 到处都是白雪 路是相当难走 很快 因为风雪太大 巡逻队伍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雪跟蜜蜜就一块打到那个脸上 然后在家马一直在那跳 就打了脸就特别疼 你们学校经常遇到这样的天气吗 对就是说 哪怕在那个连队的时候 可能在连队的时候 可能那个天气非常好 然后到山口 然后越往上越冷 然后就开始 突然就下去冰毛 或者下去雪都是很正常的雪 当年父亲孙程 在买单边防连当兵的时候 也走过同样的巡逻路 而将近三十年过去了 走在风雪边关路上的滋味 却没有变 一样 一样的环境 就是不管几月份 随时可能下大雪暴雪 你风很大这里头 你看这现在 这么大的雪 风暗特别大 真实的就是这样子 自然环境是改变不了 也没办法改变 现在我有接班人了 留过孙家琪 在这好好守卫着边防 我非常高兴 继续前行 随着海拔的升高 路面上的积蓄越来越厚 能骑马的路已经不多了 在前后开启 前后开启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茫茫的白雪中了 地上马蹄叶踩着雪很深 然后下面都是水 下马蹄叶踩着雪 哎呀 现在太难过 已经四月份了 全部是雪和冰 真的难过 前面停 下马 前面发现暗冰了 这儿就走不了了是吗 走不了了 这里面全部都走 但是河流下面全都流不去 已经水声确实大 怕马走过去会踩空是吗 对 踩空了 就是 这一下就是直接到肚子 到了肚子以后就是马跳 跳了以后就是对 骑程的人员带来一定的危险 只能改徒 从早上九点半出发到现在 已经七个小时了 尽管是骑马 但是由于一路上 很多都是乱石滩和雪地 所以骑马的人也会觉得特别累 那么 现在离界碑还有不到三公里的距离 这样的突破行军 又会是怎样的呢 慢点 慢点 你觉得这个巡逻路跟你们之前一样吗 一样 以前是一模一样 这比现在还难走 那现在体力跟不上了 年代也大 体力实在是跟不上 这一段的徒步行军 让原本体力已经有些跟不上的孙程 感到更加困难 这空气比较细幻 好 休息一下 让他们先走 全身发展 我这会可能感觉要抓紧风影 就是在这里 三十年前 孙程曾经是一名爬兵卧雪 是为祖国边方的战士 而今自己的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 无论怎么艰辛 孙程都想多看看边关的巡逻路 多看看自己儿子的坚韧与顽强 我跟这儿 儿子 回到我的联队 心情肯定是非常地激动 但是现在体力确确实实不行 加上这个海拔 这个手压着我 然后 我拉着你走 慢 慢 慢 你们一点很安全 你别拉着我 我拉着你手 好疼啊 对 我们以前心中的吃血是一场 尝试 关于腿 腿这边不动了 知道吧 谢谢 你知道走的一步有多么的简单 我的脚已经 已经 走走走 我的脚已经冰 已经全部冻住了 里头全是湿 全是冰 谁走起来就特别慢 哎呀 没想到这么恶劣的天气今天 孙程要继续咬牙 坚持着往前走 他知道儿子孙家琪从小就从他的嘴里 听过那么多边防的故事 儿子从小就知道 边防军人是多么的顽强 等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让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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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 我实在动不动 哦 有点腿动没直觉 没事没事 我实在走不动 我儿子有一个冤枉 让我陪他一起来巡逻 终于让他如愿一场 嗯 我们会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在我们街围升起来 走 走吧 今天确实 路不好走 哎呦 鱼人 加油 来啦 我爬也会爬到咱见面 越往高处走 风越大 狂风卷着地上的鸡血打在人脸上 刀割一样的疼 哎呀 风太大 这现在 这现在山口那边出来的风是 对 这今晚有个八九级大风 哎呀 我把帽子戴上去 吹着我头疼 哦 走吧 我们 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 要不要休息一下 坚持 快点加油 来啦 快点加油 来啦 尽管孙程一步步地坚持着往前走 但他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 很快就让大家的心里都没了底 不远处是湖边缘的房子 孙程必须要休息一下 雪没事 雪 先不动不动 先让我坐一会儿 你也坐一会儿 咱都累了 不不不 你别动先不动 鞋上都是雪 我这雪没事 我先把衣服脱 哎呀 难受了 我挺不住了 我知道 我知道已经很近了 但是 我刚才我腿 一步都迈不动 我想 我想吐 这一天走上巡逻路 孙程早已下定决心要走下来 那么现在 他还能不能继续坚持呢 班长已经一步 我觉得您应该再坚持一下 那张我真的实在不行了 我特别想往 想往这次和生亚齐和你们一起巡逻 但是我实在实在一步都走不动 老爸实在对不起你 没有没有 不能陪你去戒备 没有 今天 他国家的五星空气了 实在对不起 好 爸等着你归来 特别遗憾 走吧 出乎大家的意料 孙程最终说出来的 却是放弃的决定 那么出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和巨大的体能消耗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我如果再不让他们去 他们 今天晚上十二点都回不去连队 这一路是太难走了 哎呀光徒步要走几个小时 下来再骑马 所以从我们从早上九点半到现在 还没有现在已经七点五分了 还没有到戒备 所以不能再拖他们后腿了 让他们赶快去 好吧 那你这个愿望呢 我的愿望让孙家鸡待我实现了 此时在孙程的心里 自己再看看戒备的愿望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他只希望连队官兵 能够顺利地完成每一次巡逻任务 终于来到了边境山口的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 二十七号戒备 山口狂风呼啸 戒备处立在这里 它代表着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和安全 虽然这一次老兵孙程最终没能走到戒备 但巡逻官兵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边防执行任务 而这也是孙程最想看到的结果 爸 你给我看点东西 去吧 看一看 昨天 其实挺可惜的 就差一点都到戒备了 对啊 把我们之后到戒备的那个视频给您看点 嗯 好 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戒备 然后对的国旗宣誓的 边防里面没有白培养你 知道吧 这个给他们的边防站 真光 知道吧 太激动 我一看到 不是我这人 爱留下眼睛 但是 我要感觉 如果我们战友都看了这个这个视频的话 我想他们都会留下眼睛 在买单边防连三天 这里的一切都在时时刻刻的打动着孙程 为了万家团圆 在风雪之中 在遥远寂寞之中 边防军人 是如此坚毅和顽强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们以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 丈量和守卫着祖国的大帝 我现在特别想给您唱首歌 总是想你所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 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多想 孙程 1986年入伍 在买单边防连束手边关四年 孙家琪2015年入伍 至今仍在买单边防连巡逻直情 正是因为像孙程孙家琪父子一样的边防军人 把美好的青春年华 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上 才有了我们和平安宁的边关 北京西站 一名中年男子 毁随年轻女兵 是不怀好意 街边行骗 还是另有引擎 这就是必须要留下我的联系方式 不然就不让我走 事没那么清楚我肯定不让他走 两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纠葛 北京西站战前广场发生的一场生死营救 与他们二人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军事纪实近期播出 北京西站的生命营救